花东众管处结合扶植的花东近百部落产业 选在清明连续假期要举办围棋两天的纵谷云游会 要展现他们的辅导成果 不过因为台铁的重大事故 让大家觉得很伤心 虽然筹备了将近半年舍不得放弃 因此就选择用低调的方式来开幕 而花东近百个部落产业代表 也在现场默爱置语 观光局花东众管处长郭振林 副理乡长陈荣冲 先议员黄灵兰与台东电光部落齐佬 共同点燃竹炮 为期两天的花东纵谷云游会也正式展开 规划筹办近一年的时间经历 但计划始终赶不上变化 碰上了太鲁阁号重大事故 活动也面临建在弦上的窘迫情境 一度想停办的主办方特别低调开幕 现场来自花东两线近百个部落产业代表 也特别为太鲁阁不幸事件一起默爱之意 表示着对于我们的罹难者以及我们受难者的家属 我们一起来集气 然后我们一起将我们的祝福 我们祈福的心 就由这个默爱来表达 观光局花东众管出从107年开始 推动花东部落观光休闲产业扶植计划 积极辅导部落发展产业特色 成效卓著 甚至如花莲、玉璃之罗、万荣、马远、台东勘鼎 等部落特色产业也正开始起飞 也因此 花东众管处也特别利用清明廉价 举办了众股园游会 展现并分享福岛成果 我们的区内的部落还蛮多的 那我们当然也都有去盘点 那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我们都会请他们来观摩 也就是说我们在福岛的部分 有一些基本的这个原则 我们都希望福岛他们 而且要有地方的愿意出来支持的 有一些团体可以支持 那我们用这个行销或食物福岛的方式 创造这个品牌 福岛部落扶植特色产业之路 众管处与部落走得艰辛 而能有近十多个部落 独当一面发展出自己部落的产业 带动经济发展 处长郭振林乐观表示 未来仍将持续地来推动办理 积极福岛花东两地部落 让每一个部落成为一颗颗明亮的珍珠 在各自闪耀的同时 也相互串联成一条最耀眼的 花东纵骨珍珠项链 记者石玉兰副理采访报道 我记者石玉兰副理采访 sandwich 这篇特色产业的当ation 需要整个空谷尔副理采访 这篇特色产业